祖上的塔航高峭 修宿奔心跳铃墙 祢比胸胸胸胸 多年年未未改变 祢有心胸胆胞 祝你比胸胸胸胸胛 一天胸胸胸胛 多年年未未改变 我们我的代表 祂有心胸胸胸胸胜 以 margin is the one we have 修宿奔心胸胸胸胸胸 多年年未未改变 尼切 Vi ens missing the one we have 阿記得 Congressman Powell demano 請我們來聖經羅馬叔十九八十到八十 我又跟妳來託聖經羅馬叔十九十到八十 聽妳啦 所以我因為上帝的女人 放在憲哥的心情多最盛 是我的性的 上帝所高興的 這是妳們性神的學生 不得跟這世間一樣 會用心情換心來變換自己 讓妳們為妳們別 心裡是上帝善良 通話妳順轉的志願 的三十 因為我對所有給我愛運 跟妳們共甘別人說 妳們所生來 出賊自己 不得跟過她們應該生的 所生的安分來生 照上帝所 心屬百人的心 的分量 是四十 因為親像我們 一生有百貨 如果是百貨的公共 就都賺錢 這樣一旦 坐著人 躺在其中最一生 大家三天最客 照讓說 讓我們的運 一定有這個分數 我問三天 就是最先比 在求的教神的分量來講 就接著 那是半貨事 就是地獄的半貨事 就是教是人的 就是地獄的教師 就是八十 就是跨面的 就是地獄的跨面 酒祖的 億同實心 能力的 又有陰層 認認的 又有發义 一生 恩? 相當的 weight 留在我的心 在那 咱咱咱 揽 派霧書 好 我們現在 我們到的是 我們先來做一個找到 我們的老師神上帝 我們謝謝妳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学习如何用行动 来回忆你的爱 在我们教会的福祉当中 不管是对弟兄姐妹 或对所属社区 我们都应该正确把它看作 是对你爱的回忆 今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的理念 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再次的思考 也再一次的反省并且实践 求你这时候 来见圣灵 来开启我们的耳朵的意念 将这些话语刻入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容神一人 谢谢你 祷告奉我们耶稣君圣灵 阿们 好那我今天用这个现金的服饰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经济不景气 社会败坏的环境 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要为自己多求一些保障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 也是一个人的一个需求 这是人生存的本能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的同时之间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当中 是不是有些东西好像不对 好像又不是那么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在我们一辈子的保障的里面 我们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 前一阵子有一个名准 我忘记叫做名准 女生不是许胜美就是另外一个 常常出来讲话 一个叫许胜美 一个我忘记叫做名准 因为她是已经失婚 失婚的时候人家问她说 那你现在折二条件 她就说很简单 第一个她存款要有五百万 还要有房子有车子 然后一个月收入要二十万 然后有些网友 就在她的Facebook上面留言 如果这个你这个表现成名 不过大家选的可能是你 可能是别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上 很多我们想要去抓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真的有办法 从这些东西当中得到保障吗 对基督徒而言 上帝的眷顾和他赏赐的恩典 平安是我们人生的保障 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想说 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其实在人的一生的当中 罪的代价是死 本来我们过这样一生在劳苦的当中 就是因为在从事物开始就受了咒诅 恩人的开心以及这些欲望 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终究是走向灭亡 所以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将他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发挂出来 所以在根本上我们本来走向灭亡走向死亡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他要这样说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看这句话 刚刚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那神怎么样 他怎么把这些人圈在不顺服当中 好像人都是被逆的 从罗亚方舟的时候人这样会毁灭 可是我们在回想看整部圣经的时候 上帝都有个原则 祂都告诉你 像真言或者什么会得到不服 什么会得到毁灭 祂都讲的 就告诉你你会看到 虽然人都是不顺服 但是真的是神把圈起来吗 这是一个形容 而是说人都是选择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人都是选择看到眼前 而看不到永恒的东西 但是虽然人都在不顺服当中 但是上帝他还是来愿意来怜悯 这个世界上的人 帮他们把我们再次带入 他的安典当中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说 神给我们的平安 是我们的一个保障 然后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思考解释 我们生活比起其他的人 或者我们认识这位神 我们真的有感受到这样的安典的时候 那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上帝 所以今天献祭的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领受恩典的当中 尤其在这个教会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跟人分享说 是啊 神在我身上有这些恩典 神是这样恩待我的 那第一个我写说天上的公务员 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把自己的角色想成说是天上的公务员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政府的这些公务员 哇 他一考上普考 特考 高考 那这那边领薪水 可是公务员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谨守本分 做好分类的工作 这种人领薪水领的那样 新山里的 我领这个薪水 我有照这样去做 那公务员就是服务大家 服务大众 退休以后受到国家对他应有的照顾 就像保罗说 这美好的战坡打过 张好的路坡打过了 所以我们的冠冕荣耀在神那边 可是另外一种不合理 不合理不对的公务员呢 他连国家的薪水 服务民众的工作上没有尽心尽力 导致民众埋怨不满 甚至于造成政府的形象来受损 那不尽心的公务员 他说我也没有犯什么大聪 我刚刚去做只是没有那么积极而已 可是我们却忘记了 一个公务员他所代表出去的就是这个单位 就是这个政府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当我们如果用这种角度说 是啊 神公益我们一切所需 如果在我们生活上 我们就好像得了一个很稳定的保障的时候 我们是住两种公务员 第二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摆过公司式的信仰 摆过公司你们最期待什么 就是打折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有人说 哦 这是你讲的话 很多很多 像摆过公司 什么意思 打三折了 就是说我们讲话 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 没有尽心尽力的时候 就好像是信仰 就是这样打折 人家觉得就说 你们所说的 所说的跟你所做的 是有很大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不知道 当我讲到这两个举例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觉得说 有点好像真在扎心一样 或者说觉得说 为什么基督徒的形象是这样 昨天我在跟青年 在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个语气 有人讲基督徒的时候 有说这种 那是基督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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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是很愉悦 好像是说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基督徒他们是一个好的表现 可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说 你讲这些基督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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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语气上 我们就知道说 人怎么样看待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想 我们如果是 以公务员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想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尽心尽力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像书房卖上帝的话 卖圣经都没有在打折的 我们的书和慢作 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到好 有时候可能 因为还不够成熟 还不够经验 但我们改进了空间 但我们不要 把这个是用随便 或者没关系 去做一个取代 好 来我们来看 所以罗马书 我们今天看的12下一节 他说 所以弟兄姐妹们 因为圣经这个版本 他就是弟兄们 其实我的习惯 这是对每一个人讲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圣体献上 当作国际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你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有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 那保罗在说到说 我们要去回忆神的爱的时候 好 那他用了这个献祭的观念 要我们注意一些原则 所以今天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里面 第一个告诉我们说 我们先身体当作国祭 而不是说在祭坛上像 那个真的被 带宰的羔羊这样杀掉而已 第二 我们献身体是做圣的祭 第三 我们献身体作为国祭 是要在服事的当中来落实 你献祭如果自己只有在家里 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老实说是另外一种死的 是你个人的 而不是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替祂活的一个展现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献身体 当作国祭的时候 这个圣经里面 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在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圣经讲的 听到还要行 所以这里所做的国祭 它代表的就是有行动力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事 就去行就有福了 所以第一个国祭 它是一个动作 不是死的 不是一个疑似而已 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断不断的去做 它不是一个活动 它是运动 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 活动就是几月几号办完一个活动 但是运动呢 它是持之以恒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 就去做就有福 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该跑的路都跑完 那这个祭的一个概念 一个重点 就是说夏立班宗教 它就说 这个祭就是要来宴请 这些好兄弟 就像在那个 中原瀑布的时候 以色里面也有献祭 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他们透过献祭 希望说这些好兄弟 不要来打乱 第二个 他们认为献祭可以赎罪 在旧约时代 献祭的观念也是这样 他们透过被杀的牛羊 他们希望说 他们已经留学了 代替我们留学了 借此除罪 那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到一件事 其他宗教杀牛 杀羊 杀鱼 他流这些血 可是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牛 我们是羊 我们是血 所以耶稣基督 他自己做了挽回祭 他知道这些都 没有办法替代我们 我有一个无罪的身躯 没有他自己 可以 所以这是基督教 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 耶稣基督他知道 我们必须输上代价 但是他辅了 所以最后的就是说 基督自己成为羔羊 为我们受施 那我们也没有为他难过 所以这个活祭 从旧约到新约来讲 是一个很 跟过去挑战的 挑战和回应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没有挑战呢 以前 以色列人他们说 我们只要献祭 这样子就喜悦了 可是在阿摩斯书 五章二十二节 阿摩斯书六章八节 只要你们好联名 行公义好联名 純谦卑的行与神 那个同行 还有底细节书六章六节 所指的都是说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行动 在教会所处的地方 来做出来 那耶稣基督就死了 而且他走的时候 在阿摩斯书六章八章说 你们要往谷天下去 使万民做我们难途 奉父子圣灵的民 替他们受洗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知道说 佛祭是一个有行动力 是一个知道 耶稣已经替我们献祭了 那他替我们死 我们替他活 好 我们来看第二遍 那我们献身体 做圣的祭 献祭的东西是 是完美 没有瑕疵的东西 所以这句话 第一个是说 我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上帝是圣 我们要圣洁 才可以亲近祂 这个是上帝的原则 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雅各过去的时候 上帝的声音出来 这是圣帝 请脱鞋 或者说 上帝的光面照的时候 都要用帕子把它遮起来 因为祂说 我恐见你的面会死 因为那个光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 上帝在以前的人 对他还不了解的时候 他会用这些好像比较 我们现在看有点戏剧性 但是对当时的人讲 是生活的经验 例如说光这件事 他们除了太阳光 他们不知道什么光 会让他们刺眼 我们现在知道 LED 或者很大的水银灯 都可以让我们感到很刺眼 所以那时候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他们知道说 生活当中没有的经验 所以让他们学习两个字 就是敬畏 敬畏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神要说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 这些光 就是说 这些光可能会杀掉他们 但是重点不是说 这个光会不会杀掉你们 而是重点在于说 因为你们进入我的当中 你们来学习我的特质 或者我的要求 那我要求的就是圣洁 圣洁 在原来讲 就是分别的意思 所以他说 你只要愿意分别出来 你只要成为 跟我一样的属性的时候 我非常欢迎你的情景 但是神没有想过 他让你选择 所以圣洁另外的一个意思 就是愿不愿意 来分别出来 那圣洁 是在 就是说 圣洁这件事情 有时候 我们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能越洗越涨 我们没有办法 用一个有罪的人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他说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祂的保险 有赦罪 有挽回 有让我们 重新跟恶 分离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必须要去选择 帮我们说 我们愿意 做现身主做圣的基 就是说 我们也不愿意 真的把我们 真的处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又是 分别于这个世界 导致观念你会觉得说 牧师这什么意思 好像 好像 说基督好困难 要跟大家 一样 那你在这里 又说要复免 好 这里 用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讲 用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讲 就好像就说 你可以在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家人 慰心主的家门当中 你可以做一个和睦的人 你可以做一个和好的 一个和睦的人 一个和平的人 甚至一个带来祝福的人 跟他们打成一遍 那结果有一天 他们要你去做一些事情 神说不行喜悦的 例如说 请上你朋友 你跟我们那个麻吉 我也跟你分享 带他去吸毒 吸毒 嗑药或者飙车 你可以选择说 我不要去 他们在眼影上 可能说 你这样不是麻吉的 或者说 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很好很好 结果有一天 他做你 要勉强你做的事情 例如说 高风险 一些投资 甚至于就是说 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算说 比较 不是那么 神手的 喜悦的 就是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说 算压榨 例如说 收取比较大的 多的一些利息 好 那我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很坚决地跟这些人说 不要 这不是基督的观念 但是这些人会怎么样 可能会跟你划清界限 他说 好 那你不是我们这一国 可是 木曜之马 一日久见人心 你对他这个人 永远的接纳 只是不接纳 他这些不对的事情 久而久之 他一辈子 他会慢慢知道 谁是好的朋友 谁是对他 真的朋友 所以在这里所分别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世界混乱的时候 我们还愿意做忠有砥柱 我们还愿意将这个信仰 从我们的生活落实 而我们自己也愿意这样做 所以就是分别出来的 所以有个经文说 在后来的时候 还有更多的人 他说 通往神的国的门是窄的 在后来还有更多的人要进来 但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在末世的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可慕神的光 让我们经有分在里面 更要好 让自己在这里面是 在这个恩典当中 好 第三个我们来看 我们现身体当作活性 其实是要在末世的当中落实 那这里有说 发挥 再发挥恩赐中落实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经文 第六节到第八节 好 第六节它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着信心的程度做利用 第七节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 就当专一 或做劝化的 劝化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好 现实没有在这里有关系 所以第一个它说 我们要按我们的恩赐 每一个的人 就有不一样的恩赐 若我们不按我们的恩赐 那我们羡慕别人的恩赐去做 其实很多东西就会乱人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希望我们在教会也好 在我们的生活也好 透过这些恩赐 来成为我们祝福别人的方式 所以服事的当中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按着我们的恩赐 那刚刚我们再看后面 没有 好 没关系来 回到刚刚后面 那第二个 彼此服事中落实 那第四节第五节 刚刚的经文 其实也跟我们 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说 除了我们按照自己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来落实这些的时候 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当中 服事 彼此的服事 里面一定有神的爱 以及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 从这个当中来落实的 从这个当中来落实 那第三个 他说用行动回应 用行动回应爱 那个中没有 用行动来 回应爱 来落实 用行动回应爱 来落实 不是中 用行动回应爱 来落实 我们来看第九节 看第十节 刚刚的圣经里面 好 他说 什么是真正的爱 他说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我们要厌恶恶 善叫情境 下一节 他说爱弟兄 要彼此行乐 恭敬人 要彼此推浪 好 所以在我们愿意 就是用行动来回应爱 其实这个行动 不是只有缅语 而是在我们行为的当中 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做 好 来我们回到 那个 前面真正的 好 所以我们现身体 当作作气 在普世当中的时候 我们来思考 我们有什么恩赐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在那地方发挥 然后在弟兄姐的当中 有什么是我们 可以为对方付出的 第一个是你自己有 愿意拿出来 第二个呢 是你看到需要 而你愿意去做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在神所教导的 在爱心 在言语和行为上 我们愿意实际的 在生活当中 这样做出来 好 那我们看 在结论的时候 就其实有一个 朱永祥 朱永祥的想 朱永祥的想 好像就是这个想 他有那个 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的态度 决定了你的道路 那你的态度决定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有没有人知道 是很注重讲 他是得了那个 那个病 我不知道叫什么病 反正他就是 跟那个立刻差不多 他是全身弹短 他只能这样趴着 所以他附近演讲的时候 就是拿着一个枕头 这样趴着跟大家讲话 但是他就写了一个图 他说 我虽然看的人都是这样看 但是呢 其实我在 虽然你们看我好像这样看 可是他说 其实我的高度 或我的想法 其实不是 不是像他实际这样看的 所以他说 我的态度 决定了我的高度 那人家怎么看待我们 其实是 用我们的态度在决定 当我们说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神在我们 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真的充满热情 我们有没有真的 积极面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让人家看到的 不是礼拜六礼拜天 啊平安平安 是真的 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有平安 那喜乐 那对于未来 是充满安望 好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那最后 十一十二节 下一章说你们好 他这么说 他说 那我们的态度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十一节十二节 他说 不可挽作 要心里活乐 要强强事奉主 第十二节 在指望中 要喜乐 在患难中 要忍耐 要高尿尘气 我想 就用神的话 来做一个结论 也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所遇到这些事情 神都知道 那他也足够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面对 那牧师在这里 特别要跟弟兄姐妹讲 像我们遇到 不管是教会 这样开拓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辛苦 或者让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相处的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磨合 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记 上个礼拜所讲的 当我们把这些基础 在耶稣经过这个团石当中的时候 跟基因稳固了 我们相信 主耶稣能够有这个能力 有这样的一个案 让我们主祢 来面对这所有一切的挑战 欢迎佳蓁 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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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蓁太多了 佳蓁 好 那我们一起在这边 来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上帝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成了挽回祭 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 有了第二个选择 而不是只有落入 在最终死亡 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路途 你让我们受了你的挽回祭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能够为你来活 主 我们希望 在我们一生的道路 走完的时候 在你面前要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那美好的仗 我们打过 刚好的路 我们也跑过了 主 我们愿意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家里 都如起一个祭坛 实时的提醒自己 这个火不能起灭 这个火 是来自圣灵的提醒 这个火 是主耶稣走上祭坛 为我们献祭的火 让我们心中常常保持火热 对别人的灵魂 对爱的事情 我们时常感到亏欠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我们的责任 主 我们希望多家教会 能够就如使徒行传里面 这个大理大 这个多家妇女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他能够广情善事 周济穷人 他能够将所有的好处 都跟周围的人 来做一个分享 他可以至始至终 就这样来依靠你 主就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这间教会完全和你所用 我们谢谢你今天化你的教导 也求你让这些话语特上的心上 更重要的心能够形出来 谢谢你 达到奉耶稣的圣明 Amen 现在我们来读今天的经句 在周报里面的后面 周报里面的后面 周报里面的后面 国法书十二章一节二节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时间劝你们 将圣体献上当作国际 是圣界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能如实示过 乃是你所担担的 不要笑蠻在这世界 只要心意跟心神变异外 教员查念何为神的大神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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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我們就唱了奉獻的詩 唱了奉獻的詩 三百零 零六十 那還可能是吧 三百零四 三百零四 那邊的詩我們就唱三百零四 三百零四 零六十 零四 三零四 零四 零四 三零四 零四 零四 三零四 零四 我看認得見自己 在罪性的寡視 講到一述据酒 唱到一述据酒 这心胸费心 怎么已 今今后再有点 何地大一世感造化 连我往心心地 免贝首币全了尊专 但华依贝旗 尽我大灵后参唤为 这一心心温凉 安静怡德贾贼一位 道德王武功名 所得为书可莫书 爱书可书可书 祝他世道 保佑殘留眼清醒 阿慧 现在我们就来奉献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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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却会备自由 前尘奉献我和你 日与不断谢主恩 前尘奉献我记忆 奉奉献我才能 日与主义该使用 阿们 恭喜地头道道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多牧师的长道提醒我们 不要向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将我们查验和为神善良 纯旋和喜悦的旨意 使天父我们知道 底下我们所怀的 都是和喜悦的旨意 愿我们每个人都照着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你说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怨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有的 谢谢主赐我们勾用的饮食与金钱 愿我们按着您量给我们个人的 献上金钱 奉祀求主愿纳 并求主赐我们智慧 善用金钱 让我们所献上的金钱 能够在各样事工上面 得到各样的益主 以上祷告感谢 为公主得上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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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